早晨 今天是11月28日星期一的早上 隔夜美股沒什麼動作 不過港股就劇烈地下跌 秋末的時候我們看到消息有關內地風控持續 有些情況出現了 令到港股今天復上股 尤其當災ATM科技股等等都無一幸免 恒指早段跌過700點失守16900點的水平 好像我之前和大家說 恒指彈到18400的位置是重要的阻力 後市不排除因為任何因素要繼續調整 現時就出現這些因素 所以我預期大家還是要忍耐 盡量輕倉去等待 不排除後市還會繼續調整 不要這麼快撈貨